今天的藝術很有事 要拜訪美感細胞團隊 看看年輕人怎麼改變小學課本的設計 讓孩子體驗美感 演奏家張清泉收藏許多繪畫 沉醉在音樂與美術相互震盪的世界之中 謝佩妮和郭許元要討論美感的生成經驗 有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組成美感細胞團隊 三年來在小學校園裡 發起教科書再造計畫 希望從學習中改變孩子的美感經驗 太扯了吧 小學生 好 這邊 好 這邊 我正在 好 好 美感細胞的教科書的創作團隊 要親自給你們一個新的 女生 內容 哇~~ 好棒喔 還是這麼瘦瘦瘦瘦的 謝謝 謝謝 好像光澤的 哇 你看這超小的 你看這真的 甜刺耶 這也超漂亮 這也好炫喔 哇 第三年的春天 然後我們都去國外交換學生 然後交換學生回來之後 其實就有一種 覺得台灣可以做得更好看的一些感受 對啊 所以就討論說 有什麼辦法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討論很多東西 最後決定教科書 就是現在我們可能想要 需要製造一個孩子美肝的環境給他們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 把美術館放到課本裡面的話 那是一個很棒 然後可以改變台灣美肝教育的事情 這次合作一共五個設計師 這次合作一共五個設計師 每個老師風格真的很一樣 每個老師我們特別欣賞 那這個人吧 可以嗎 哇 這個人 要跟他交往了嗎 告白 不是啊 我說真的啊 你想想看就是 我們三個教大學生 然後嚷嚷著要改變台灣的美學教育 聽起來是多像詐騙集團的一件事 然後他願意那個時候 聽我們把故事說完 然後還硬著頭皮做了一些 他不需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風格老師是一個有趣的 他常常會想一些很小的創意 然後甚至他在跟我們討論的時候 他會想說 這個夜馬會不會這樣 啪啪啪翻完之後 他可以是一個動畫或什麼的 他這些東西他都有提過 音樂就是這樣子的 封面一樣也是很乾淨 一年級小朋友對色彩比較敏銳 所以我們特別用比較鮮豔的顏色 包括國語的字都是用不同的顏色 我們附了一個貼紙 各種筆畫的貼紙 你可以貼在你的封面上 你可以貼任何的國字 或者你可以用它完成一幅畫都可以 我們小孩就是看到貼紙就會拿的 他只要是貼紙什麼都愛 由這樣參與 要想要知道 原來中文的筆畫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你覺得封面這個東西 什麼叫什麼 要 筷子 對 以前的人就是在筷子上畫不好寫字 我想要貼綠色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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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那是蝸牛的事情 蝸牛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像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不這樣 它說自己的是 房子是自己的 對不對 對 現在選擇 現有的課本 雖然每一頁都非常的豐富 很多很多的插畫點綜在其中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圖跟字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就是想回歸到教育最基本的 增加它學習跟記憶 所以我們在這邊盡量的把文字凸顯出來 所以這個畫面能藉由文字的放大 縮小還有色塊的選擇 讓這個畫面有一些 一、二、三的閱讀上面的順序 一、二、三的閱讀上面的順序 三、二、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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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四 四 七 我覺得文蕊老師他很酷 他跟馮友老師那種幽默不太一樣 就是馮友老師他會想要藏一些東西 那文蕊老師就是比較 真的很像孩子就很愛玩的那種感覺 我們其實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然後這個機關是封面這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呢 它是一個生鏽的機器人 可以用銅板或者是什麼東西 把它刮開 它就會變成一隻新的機器人 哇 刮得掉耶 我不知道 我發現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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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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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沒有刮 因為我捨不得刮 那你刮別人的好了 沒有 沒有 我們才不要給它刮 就變成一個很捨不得的東西 那 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那也讓它就是記住了生鏽跟 原本的一個 樣貌的關係 看這本書嗎 看這本書嗎 看這本書 走啊 有什麼不一樣嗎 走 這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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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舊的課本啊 給我第一個想法是很擠 實驗啊 步驟 理論 全部都塞在統一 所以我們其實 第一個想要改的就是讓它有一點點空間感 我們不用太多的圖庫或照片 我們其實加入了很多的插畫的方法 讓他們覺得有一點點介於漫畫書跟課本之間 再來就是攝影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用黑跟白 其實小朋友是一個滿視覺的年齡 所以他看到顏色就自然而然覺得 哇 好有趣 好鮮豔 那就會自然而然產生一個好奇 對 那其實這一次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拍攝跟修片 原因是我們希望讓它看起來像 一個 因為用裝置藝術或者是一個藝術品的呈現方法 所以我們讓有連貫性的東西就是很明顯的是 就是有連貫的 那有一些不同的區塊我們就是會做一些色塊的區分 那也讓這個顏色變得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每一個實驗它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舊的課本啊 課程的某一個段落都會舉很多案例 可是呢它沒有鼓勵小朋友去想 那這也是我們在這次的課本裡面有涵蓋到的 有一些頁面看起來好像打開很空白 因為它想要你自己畫 那這其實在現在的課本裡面是很少見的幾乎沒有 原因是我們希望舉了一些例子以後 讓它自己也去觀察 然後把它畫下來或寫下來 那請問火是什麼顏色 紅色 你看它有帶藍的地方有粉紅的地方 然後你圖完顏色的人你可以先想一想 除了右邊的這些圖之外還有哪些東西會燃燒 其實滿有趣的就是小朋友這次拿到啊 還沒上到那一刻 但是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寫到那一頁 因為其實像著色啊或是畫圖啊 其實小朋友都非常喜歡 那為什麼畫圖只能在美術課呢 為什麼它不能被應用在別的科目 其實它如果是它自己畫的 而且是它想過之後再畫的 它可能更容易記得有這件事情 五年級的話相對小朋友長大了 就這邊看得出來文字量比一年級的多很多 我們當然還有插畫 當然每一刻的最後 我們設計了一個互動討論的一個問題 像這一刻在講什麼 就是講從很多科學的道理 到處我們人怎麼發現它的 所以我們最後畫了一個冰山 下面是什麼 還未必是個冰山 你畫成一個魚啊一個貓啊 我們講冰山的一角 其實你只看到真理的一部分 一般來說 設計大部分人會想到 是不是事局上面的 敏感的問題 不過對我來說 尤其是放在教科書上 我反而認為設計應該 引導小朋友進入 課本知識的這個世界 它進入到以後 它自己去探索它的下一步是什麼 讓小朋友從中 再去啟發他們更多的想像 欸只看 他在哪邊 有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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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洞洞可以讓你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前面這個 就是後面這個 而且這一張是很美 沒有講過 那我們用這個課本來上課好嗎 要 開第八課 我覺得如果我一直以來 就是從一年級開始拿到課本 就是長這樣的話 這個對小朋友來說 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得漂亮的話 它是在學自然的時候 順便也學到了美術 那它在學美術的時候 就可以更學到更深入的美術 那將來出社會 它還會覺得東西應該都要長這麼漂亮 這就是美感的養成 那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不持續的話 它效果不大 就是希望它可能從接觸了之後的每一年 它接觸到的都長這樣 那才有真正改革的效果 對啊 希望這個可以再更全國性的去推廣 我們希望讓台灣變成是一個更美的地方 聽起來很大很遠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從這些小地方開始 然後漸漸它會進到我們的生活 那會變成是一種社會氛圍 或者是我們說生活場域的培養 也許我兒子或是我孫子的那一代 他們就很自然地 可以走出一個台灣的樣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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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家張清泉從音樂跨足到美術收藏 流連於兩個不同的藝術世界 尤其鍾愛與法藝術家 偉珍鴻的作品 一直就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很多人都說工作如果跟興趣是一樣 其實非常好 那當然我從小就學鋼琴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現在我是很享受當中 彈奏鋼琴是一個全身肌肉的一種 運動的一種方式 我們人跟這個契樂本身只是一個媒介 我們結合在一起出來的這個 藝術的音樂的這些聲響才是果實 彈鋼琴其實感情的傳達 技巧的傳達很多 其實是利用很精湛的肌肉的運作 所以我們會有俗稱觸見 也就是說我們碰觸情境下去那一瞬間 所發出來的聲音 我們當演奏家的其實很期待 可以在台上產生出來那種 非常難以言喻美好的藝術的一瞬間 就是讓人感動的那個美好的情緒 那通常是現場演奏的時候 會出來這樣子的情緒反應 可是那個是要我們鋪陳很久 那出現的一瞬間非常短暫 音樂會結束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我會願意為了追求 那一瞬間的燦爛 或者是一窺那個藝術的境界 花這麼多精神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如同貝多芬說 音樂是跟上帝溝通的語言 我覺得藝術應該都是 我開始接觸到美術作品覺得非常訝異 所以他們怎麼可以把我們期待很久 那些美好的一瞬間完全就靜止在畫布上面 第一次接觸到衛生桶的作品 其實是一個有趣的經驗 那一天下午發現說 青田街有一間畫廊 離我這邊也不遠 那就過去 這個作品是叫什麼名稱 它叫室內的樓梯板 它的那個命名都是很直接的 因為這是室內 然後有看到一個樓梯 它的手很像在彈鋼琴 我覺得它很像在唱歌 所以可能有一種音樂的感覺在裡面 我覺得眼神很漂亮 然後樓梯有一種延伸性 好像不知道去什麼地方 還滿神秘的 幾號魏正宏的常家們都知道說 他畫了一大堆 我不知道幾百張 二十乘以二十的小型作品 可能就是魏正宏平常 每天練習的時候 他會畫出來的這些作品 那當然經過時間的淬煉 經過很多的練習 他把這些小型的作品的能量 或技術或精神 放在很大型的作品上面 那個道理就很像 比方說我們鋼琴作品裡面 有一些小品 以前我們總會覺得說 鋼琴演奏者 鋼琴練習者 我們會練一些非常枯燥 乏味的練習曲 那事實上在19世紀的時候 肖邦李斯特就把這些練習曲 轉化成可以在音樂舞台上面表演的 上課教學生的時候一樣 我都告訴他們 要把一個作品裡面的每一個音符 都要仔細的照顧好 你沒有誠懇的對那個咪 你要對那個咪最美 對 這樣好多了 一個作品裡面的每一個音符 就像地球上的每一個生物 可能學生會覺得 老師那個是伴奏裡面 一顆非常不重要的音符 你為什麼那麼吹毛求疵 因為那個也是必須存在的 那個是不可抹滅的 因為作曲家沒有把它拿掉 要代表他有他存在生命的價值 魏正宏的作品是一樣 不管是這一些裡面人物的眼神 或者是他肌膚上面透露出來 一些顏色不同顏色的光澤 像我看他掛在我家 隨著白天晚上不同光線 所產生出來的一些層次 我都會覺得裡面的人 有很多的情緒的變化 他有一個系列叫做 閉上眼睛系列 眼神應該是人體裡面的靈魂之創 他最能夠展露出情緒 那一個畫家如果把眼神遮掉 那他如何從其他的肌膚上面 產生出來這種藝術傳達的力量 鋼琴家在台上常常會把眼睛閉起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那時候已經超脫了技術上的東西 我們其實是用心在思考說 傳達出來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用耳朵仔細聽 可是最主要是在捕捉那個聲音 在空間中的那種感覺 我永遠記得大概兩年前 我在美國一個演出的時候 我在演奏一首作品的時候 我演奏大概半天 我只是覺得好像後來有點騷動 可是我就是整首演奏完 然後也很開心的進了裡去後台 就他們工作人員都跑來跟我道歉說 真的很對不起 我就說為什麼 他們說剛剛燈光壞掉整個舞台是漆黑一片 我也不知道我有有沒有閉上眼睛 可是可能是非常專注在做這件事 我覺得視覺看到的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不管是音樂或美術 我吸收越多事實上對我的音樂 我覺得可以提升的層次或能量 當然是更上一層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幸運 也有機會踏進這個 另外一個更寬闊藝術的領域 其實美感教育其實就是人的教育 我們被訓練成接收 但是沒有去感受 我覺得美感應該從一個感覺開始 就是說你真正對這件事情有感覺 然後你才會從裡面去發覺 更深刻的一個感受感知 生活當中的點點滴滴 都應該是自然而然的 它能夠體會美或是 甚至可以實踐美 一個很重要 比方說漢生雜誌 當時漢生一出來 大家會意識到說不可思議的 書籍裝針 用極致的這個美感品質要求去呈現 包括它主張營業意圖 甚至開發自己的字體等等 做一個建築師我覺得 常常美感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 也有很多人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問我們說 你們建築師跟工程師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建築師的範疇 我覺得跟美感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更靠近一點 對這個環境的感知 或者對這個人的感知 然後把這個感覺化成在空間上 裡面所形作出來空間的這個力量 台灣從1983年有了第一座美術館 台北美術館成立到現在 其實登記屬於博物館美術館系統 就超過700座 也就是說我們平均起來 每一個縣市擁有最少二三十座博物館 但是我們可能不覺得 不過以美術館來講 我覺得它的軟體反而相對是重要 那它的軟體其實包括展品本身怎麼樣被呈現 然後策展人怎麼樣運用這個空間 來把這個展變得更強化 或者是說更能夠詮釋他們這一次想要展出的這個 表達的這個意義 美感教育其實就是人的教育 但是好像我們現在學校的教育 或是說機構裡頭的這個教育 因為過度被揚賴 他非常執著就是希望他走這個 規格化模組化實用的這個部分 對…被訓練成接收 但是沒有去感受 以前我們都會跟學生跟同學講說 你要看什麼書 我開書單給你 然後裡面有哪些東西你可以拿來用什麼 後來我現在慢慢覺得這樣好像不對 我常常會跟學生講說 你不要做我告訴你該做什麼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讓他們回到自己去開放他們自己的那個感知 你做你有感覺的東西 像現在年輕人打卡 打卡的概念也是會讓… 比方說故宮在找澳塞美術館的東西 他會覺得說我已經看過了 是 其實這不可能 因為當你在生命不同的階段裡頭 你去面對一樣的事情一樣的這個一本書 一書戲一部電影 對 一幅畫 它是不可能一樣的 所以我的擔心就在這裡就是說 是否我們現在的美感教育 太…太訴求於基本的感官 感官 他只是把它當成一個知識 並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個體驗 是 那個深刻感 對 每個東西不斷的來的出現的時候 透過你不同的情緒 不同的年齡 其實他應該有不同的感受 他不是只是有就好 或者是說我曾經做過就好 而是說他應該透過這個多層次 或者不同的年齡跟歷程 去給他不同的一個詮釋跟感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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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